那有關基本能力的部分 其實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擔心用了AI之後 學生速成 學生的東西他可以速成、可以交差 他就不會想去學習 那這個部分到底要怎麼判斷 這個AI可不可以用在我的教學上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判斷原則 就是第一個 基本能力的訓練是不用的 比如說寫字的訓練 他就是要去練習寫那個字 要訓練他的小肌肉、大肌肉 然後要訓練他去認識這個字的時候 像這種基本能力的訓練 我們是不用的 那或者說他要練習寫作 那寫作什麼地方可以用 他可能沒有想法 可以用AI提供一些創意的想法 或者他不知道寫作文的架構 老師或者老師沒有教得很清楚 他要再去了解一下架構 像這些或者是說他寫完一篇作文之後 他想要更好 那我就可以尋求AI的協助 讓他幫我做一點修改 然後教我怎麼修改 所以可以讓你變更好的東西是可以用 但是基本的訓練 他還是要自己來 所以基本能力的訓練 我們是不用AI的 然後重點是在用了之後 是否能力會增長 如果用了之後能力會增長 那這個就是可以用的AI 那怎麼判斷呢 就是讓他離開AI 然後老師直接進行考核 所以不管你是指筆還是問答 或是聊天 當他在用這個AI在做學習的時候 老師前測一下 後測一下 就知道他有沒有進步 對不對 如果有進步 這就好用 如果沒進步 這東西不能用 那推步就當然更不行 所以其實簡單的考核一下 就可以蠻準 然後第四件事情蠻重要 就是透明監管跟教育指導 就是AI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工具太厲害 有時候會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說你那個美工刀很好用 好像你要做什麼都可以用 但是那個美工刀很利 如果你沒有教法還是正確的用法 他可能就會不小心就會化傷自己 或者是傷害別人對不對 所以很強大的工具 一定要稍微要監管要輔導 你要告訴他怎麼用 才能夠獲得最大的協助跟效果 所以透明監管這一件事 一定要做到 尤其是透明監管 如果你今天教他 我們明天會講那個SD深圖 SD of diffusion深圖 那如果你去使用一些網站 他是有監管的 那他怎麼去深圖 你大概都不太需要害怕 但是如果你去用到那些沒有監管的 或者你是自己架的 自己架的那個深圖的網站 在自己的電腦上 這一種就沒有監管 那沒有監管的情況下呢 很容易就怎樣 學生因為好奇 就給你下了一個很 很不好的關鍵字 然後東西就跑出來了 那這樣就是會很不好 那所以這個地方是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怎麼找工具 那我個人找工具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我會直接Google搜尋 直接Google搜尋 然後呢也會去找論壇 那論壇比較常用當然是PTT 所以你在你的搜尋的關鍵字後面加一個PTT 你就可以知道說有沒有鄉民在討論這個東西 然後對他的評價如何 然後另外在我們教學工具的部分 我會注意這幾件事 第一個要不要登錄 因為如果你是要用在中年級的話 他們記帳號是有困難的 你光打那個電子郵件帳號 可能申請帳號就要用到半節課的時間 那所以我會特別注意這個事情 要不要登錄 然後呢是不是簡單強大 這個事情很重要 因為我們講 我們在推廣任何東西的時候 或者學任何東西的時候 如果這個工具很複雜 你光是工具要練習怎麼使用 那個門檻就很高 你登錄進去之後 那個選項一堆 你根本不知道從何學起 那更何況你要用這個工具 來學你要學的東西 所以門檻很重要 他必須要很簡單 但是用起來又非常的強大 這個是最好的工具 然後免費的額度 教育資源有限 教育資源有限 不是每個政府沒有那麼有錢 最近還比較好一點 很多老師喜歡用那個什麼Waterwall 還可以買 喜歡用什麼Lumio 現在也可以買 以前是沒有編軟體的錢 兩三年前 教育部從來不編軟體的錢 單位都是買硬體 那軟體你要自己想辦法 所以我們要嘛 就是很多老師會用盜版的軟體 不然就是盡量找免費的軟體 或者是說想辦法集集營營去獲得免費的權限 就很努力的去上課 然後那個單位就會給你這個比較高權限的帳號 就很辛苦的老師就會有獲得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也會是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付費機制 尤其是AI的時代 現在很多走在AI前端的老師很辛苦 每個月要付好幾千塊的費用 比如說ChairGPT 一個月就要600多台幣 600多塊台幣 那如果你還要用到那個API 你API還要另外一碼 然後你又發現 那個AI.art很好用對不對 要深圖超方便 但是你10點用完之後 就要繳錢 所以如果你有藏在用 那你就變成還要再繳這一筆 所以很多老師會開始繳很多的錢 然後通常公家是不會堵住這個 通常是不會 所以你就會需要花更多的錢 但是往好處想 如果你走得比較前面 那人家要學就會找你 那這些錢呢 其實你一個月接個一兩場練習 一兩次的終點費就可以把它付掉 所以如果你是走在比較前面的人 其實你又可以學到東西 那這個費用 也是用你的終點費幫你付掉 其實也蠻划算的 所以有時候要做一些 利益得失的一些考量 然後還有呢 有時候會有一些期間限定 在比如說什麼618 雙11 某些工具就特別的便宜 就是用那時候買 像我的手機網路 就是雙11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之星 188吃到4G最高速 21Mb 我平常是都夠用 所以我就會用那個時候 所以我現在帳號都還留著 就是這種期間限定你要特別注意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轉換要很容易 現在的外面的軟體或平台 他們很常用到的一招就是養套殺 各位很清楚 就一開始先給你免費 免費然後工具又很好用 那你就會覺得這個 這個網站這是佛心 免費用又這麼好用 那你就會漸漸的用上你 那用上你之後呢 他就跟你說工資不收費不行的 我們會撐不下去 所以就要開始收費了 那所以你就要開始 你就要把你放在上面的一堆東西 如果你不想付錢 你就要想辦法做轉移 換到下一個工具 那所以我也在想 Google以前是那個空間非常的大 那後來變成只能15G 所以這一段就已經有很多人去付費了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會轉換到其他平台上去用 那我在想這個Canva 這個趨勢下去 我已經離不開Canva 終於是有一個東西被套牢了 萬一哪一天 他把老師的權限收回去了 我可能就會要去繳費了 因為Canva這個東西轉移比較困難 他這個格式的東西 你轉移到PPT的話 也許可以用 但是他功能就完全就不一樣 所以那個轉移的容易性 你可能也是要考慮的東西 那像心字圖 他的檔案格式就其實蠻通用的 很多心字圖的工具都可以吃那個格式 所以像這樣東西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在使用工具的時候 有時候某些很好用的工具 他沒有中文 對不對 這應該是老師用工具最大的困難 那我們都會用兩種方式解決 如果他是用瀏覽器進去的工具 那簡單Google翻譯 網頁翻譯套一下 那個外掛套一下 他整頁就給你翻中文 那如果不是呢 他是一個軟體 然後他就不能用網頁翻譯對不對 那怎麼辦 各位你的手機不是有這個嗎 這個叫Google鏡頭 Google智慧鏡頭 Google智慧鏡頭打開 手機給他照一下 馬上就翻成中文 所以我目前都是使用這樣的方式去找藍體 所以給各位演示一下 好比如說 好比如說 現在我知道 AIGC很流行 我們一般老師如果還沒接觸的話 他可能不知道有哪些工具可以用 好那我可能就會直接搜尋 比如說 AIGC 空一格 關鍵字給他 比如說語文 國中小 語文教學 好那你就會找到一堆網站 然後呢 你就可以點進去看 所以我們會邊看文章 邊抓關鍵字 你就會看到有一些 關鍵字或者是關鍵的軟體 或者是工具 AIGC工具 好 好 有沒有 這是人家的筆記啊 網頁 那所以你會看到這些很 很關鍵的東西 比如說翻轉交易裡面 點進去看 裡面就會講到很多的 人家怎麼用的案例 然後用什麼工具 那比如說他講到TrackGPT 那我就會去TrackGPT網站去試試看 所以當他提到這些關鍵字的時候 或者關鍵用法的時候 我就會去測試 所以有錢人試過的東西 我再去測 我就會比較快一點 他會給一些範例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 就是跟以前一樣 跟以前自己學的方法一樣 找網站 去看網站資料 然後再來呢 這裡有個影片 我其實蠻 我的教師生涯 就是後來我都 我105年掉出之後 我就很少去參加別人的演習 那我通常都是 直接在網路上看影片學習 所以我會從這個地方 或者是直接呢 到YouTube 到YouTube 比如說我現在學Stable Diffusion生圖對不對 Stable Diffusion會圖技巧 我就會在YouTube裡面去搜尋 那YouTube裡面出來的就都會是影片 那所以你就可以去看 一邊看影片 然後看你就會發現 喔原來 這個Stable Diffusion的生圖 他可以做各式各樣 包括可以套版 可以做那個把舊照片變成 解析度很高的照片 可以修復照片 甚至可以換你的姿勢 換動作 或者可以把它塔通化 或者把漫畫變成真人化 你就一天到晚看 你會越看世界越大 那如果你想針對 比如說你想針對臉部修復 去看 因為會有很多的YouTuber 講這一類的東西 那所以如果你只想針對 某一個部分去學習 那你就比如說 這邊再加一個關鍵字 臉部修復 臉部修復 那這邊就全部都會跟你講 怎麼去修那個崩壞的臉 那每個人講法都不同 那每個人用的套件也可能不一樣 他的外掛插件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會從這裡去延伸去精進 去精進你的這個能力 那臉書那個YouTube是最快的 YouTube是最新最快的 目前我的經驗是這樣 那人家要把它寫成網站 要把那些文字都經驗出來是比較慢的 所以看YouTube學是最快的 然後對岸很多 很多博主為了這個點擊數 他們就會搶快 那搶快你就可以接觸到最新的資訊 然後你看過幾片 練過幾個東西之後 你其實就可以整理出自己的 一個教學的內容或架構 或者學到那個技術 然後不但變深也會變廣 因為你會看到每個人講的東西都不一樣 然後會接觸到很多新的關鍵字 那你有興趣就再去查 這是我最常用的學習的技巧 那現在更厲害 有了AI之後 有了AI之後呢 除了剛剛那兩樣之後 我們也會問AI對不對 不管你是用Copilot 我用Copilot比較多 他最近才開始用ChatGPT 所以我會在這邊問他 我想學Stable Diffusion畫圖 有沒有建議的網站或平台或軟體 他就會跟你說用哪些建議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 你現在可以問的東西 你現在其實學習是非常快的 現在學習是非常快的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他會給你一些建議 你看所以他會有那個電腦版的 然後也會有一些線上版的網站 那你甚至可以問他說 現在有哪些平台可以繪圖 用AI的 你就知道說這個世界有多廣 你知道有多廣之後 你可能可以一個一個去測試 或者你再去看一下論壇 大家最建議的是哪一款 或者是說你覺得就是看一下那個 大家覺得說 使用上比較簡單的 比較能夠簡單入門的是哪一款 或者效能最棒的 效果最好的是哪一款 都可以去問他 那所以你就會獲得很多建議 那你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角度的切入 去學新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目前使用的自己學習的方式 那麼所以當我去找這些 當我去做這些搜尋 不管是影片還是 還是論壇還是那個網站文章的時候 我就會先把它關鍵字記下來 所以我會開一張這個新字圖 把關鍵字記起來 不管我有沒有要去學 那或者是說 我還不知道他的全貌 沒有關係 我就會先把這些關鍵字記下來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圖會非常複雜 是因為AI的東西太多了 太多又分的太快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圖非常非常的複雜 然後每周都還有新的東西跑出來 所以齁 其實我覺得很累 你知道嗎 各位如果你要train AI這個 如果你還是這個終身帶 然後你想謀求這個科技領域 或者是教師領域的一些地位 我覺得你還是要投入去研究一下 那如果你是屬於像我這種 可以快要退休的 其實我可以 我自己是覺得我自己會先玩一玩 對有興趣的領域 但是呢那個太新的東西太多 我就會稍微看一下而已 那我會依據我的需求去選擇 好像 所以我的選擇的基準其實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國中小能用 就是他要簡單到一個 國中小可以進入的門檻很低的這個門檻 第一個他要功能很強大 可以符合的教學需求的 那像這種東西我就會先 我就會很主動的去把它全部挖出來 好好的把它學一學 然後最後呢就會做成類似這樣 我就會稍微整理一下 就會把它整理的好一點像這樣 然後我去簡單的測試一下 我會把它的簡單的步驟 把它稍微寫一下 好這樣子 因為東西太多你很容易忘記 只要你沒有寫下來 很快就會忘記 所以我們會把關鍵的重點 稍微寫一下這樣 好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用的 我就會把它寫下來 那沒有用的 或者是你根本來不及研究的 我就會先把它掛在這邊 就先關鍵字先掛著 有空再來研究 像這個Notebook LLM這個非常有用 尤其是寫入文 或者你要做知識地圖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時間去研究 我就先掛著 那或者是說 將來我們有錢 那我就可以找外面的神人 對這個很有研究的 就請他來講課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他是有用的 所以我就先掛著 那所以我會做這樣的一個整理 那看某一個影片呢 他比如說他會講說 十大什麼最好用的AI工具 我就去看了一遍 然後他demo的過程中我會稍微記錄一下 哪一個工具是做什麼的 哪一個工具是做什麼的 我會稍微先看一下 那如果他demo的過程中 我發現那個流程有點不太順 或者太難 我就會先把它弄掉 先不理他 我覺得可以了我就先記下來 然後但是呢 你記一記之後啊 你就會發現 你看了兩三個影片之後 你會發現有很多影片 一直在重複的東西 每個人都會講到的東西 就表示那個東西 特別強大 比如說這個sono sono還是sono 這個就是 這是一個幫你做歌曲的影片 做歌曲的網站 讓他真的很簡單 很強大又可以用中文 所以我就會特別做一點記號 這個就是表示 國中小可以用的 功能又強大又簡單 那我就會開始專門去研究這個東西 之後可能就會來開課 或者找相關的老師來做這個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的流程是這樣子 流程是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AI的東西太複雜太多了 所以啊 我最近有點覺得太累了 因為它發展太快了 成千上萬的工具 所以 那個海太寬闊 你就還是必須要有一些選擇 還是要有一些選擇 因為 人生有限 人的生命有限 你真的沒有辦法去 痛測每一項工具 所以有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想說 我們就一個人而已 好 所以你不要什麼領域都要 你留一點飯給別人吃 所以 所以啊 你就專精你喜歡的那一項 或者你教學上會用到的那一項 你去專精 研究出你新的東西就好 所以我個人的態度是這樣子 別人有講的我就不講 那或者是說別人會的 我就不用研究了 因為你就去看他的教學就好 所以我 我一直很敬佩那個呂沖前 最近剛退休了 那個 幾乎全世界各位可以用到 像國中小教學領域的科學的工 科技的工具 他都把那個教學的技 使用的工具的技巧都已經講 而且都馬上錄了影片 放在網路上 所以你覺得你還需要錄這樣的東西嗎 就不需要了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直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直接去講 因為工具的基礎技術他都講了 所以我們要講的應該 我們要 我們應該要教的就是 怎麼運用他 怎麼去用他 在你的專業的領域怎麼去發揮 這個就會更好 或者是他的使用上的一些心法 講人家沒有不會講的東西 因為同樣的領域太多了 接下來我們